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在拆解UV之前 基本上我們當然中間這條線 其實它並不是很平整 所以說這邊的話 我們要先去讓它 至少中間這個線是可以讓它稍微平整化 所以我們可以先把一半的部分先把它拿掉吧 我們把它 請你記得喔,你按一下G的時候 G鍵是Grid,背景是網格 你這個角色要放在正中央 是正中央,你看黑色的實現正中央 請你不要擺放到這樣子 或是這樣子 為什麼呢,因為呢 我們在下面的第三個階段是要開始要做這個 股價的權重的時候 如果呢 你這邊調整完的權重以後 你想要把它淨側過來的話 你必須要把它放在世界中央正中央 要不然 你就會 有一種感覺是 為什麼我的權重要調兩次 我左手調一次 我右手要調一次 就會有到時候就會有那種 就是覺得很辛苦的狀態 好,我們把側邊的部分先圈圈起來 我們用這個破洞 用這個boulder 去圈好了 這樣子的話它會把我們圈到 側邊的地方來 當然啦,因為這邊的話要偵測的話 它有可能會偵測錯誤 所以我們這邊的還是要稍微調整一下 我們把這邊 選 檢選掉 好不好 這裡 這裡檢選 好,我們只要 側邊的 你可以看到這邊是 一個缺角 然後 我們再稍微看一下 觀照一下 像這裡啊 這裡 裡面這裡不要 好,我們這很單純的 剛好是剖面的方向就好了 然後勒 因為這個地方呢 這個是要的 對不對 所以加選一下吧 這裡把它加選 好吧 那我們這個時候呢 我們來 讓它靠起一下 當然這裡啊 這裡有 這個剖面的這個褲子啊 這個要 好 這邊要特別小心喔 因為很多同學 你在連的時候呢 這條線 這個就把它 黏成一個點 它的褲襠就有問題喔 它褲襠在走 左腳在跨的時候 右腳 會跟著動 這樣子就不行 好,我們把它連過來 好啦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讓它稍微壓縮一下吧 好 我們用Scale 伸縮 把它拉 拉平 拉平 多拉幾次 好 盡量讓它平整化 這裡好像 為什麼這邊有一條線沒辦法拉平 OK,我們要查一下這一個是 OK OK 好 這裡我可能要看一下它是什麼問題 為什麼這裡沒辦法拉 好 那沒關係 我們現在呢 基本上把它拉平整以後呢 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讓它 MIRROR 複製 好 那這裡的MIRROR 複製啊 這個我時候我們 呃 我們使用Symmetry好了 點擊一下Symmetry 這時候呢 它會幫我們把中間的點 把它黏起來 但是你還是要去檢查一下 因為我們比較容易 這種像 臉的地方很接近的部分 它會把我們 這個 就是黏起來 尤其是這個褲擋有沒有 像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很危險 我們把引進關掉 像這個地方啊 我回到這裡 控制一下點 這個點呢 我們其實 要特別小心 因為這個點 很容易黏在一起 所以我們寧可讓它 稍微分開來一點 讓這個褲擋可以稍微 有點距離啊 因為這個太容易黏在一起 好 我們把這邊Symmetry 眼睛再打開 OK 好這邊就完了 它這邊的話就 有一個小褲子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呃 當然我們目前 有些線條並沒有收 可以看到這裡 這五邊形 它沒有收 好 所以 呃 我們可能 最好情況之下 如果有看到的話呢 我們還是要去調整一下 去收一下 至少去收一下 好不要有五邊形 你變成四邊或三邊都還OK 所以我們回到上一層 這個呢我們在編輯 我們回到上一層編輯 但是我們是可以看到Symmetry的狀態 我們把load打開來 好雖然我們現在是在這一層 但是我們要看到上一層的資料的話 把這個load打開就可以看到 所以這時候呢我們去 編輯一下這邊的點吧 我們稍微收一下 說這個點跟這個點 按一下右鍵 我們讓它稍微切進來 要不然的話它五邊形 其實 這個是比較不好的 這邊呢稍微 出來一點 我們再去檢查一下 看有沒有什麼地方是 呃很明顯的這種 五邊形沒有沒有收的這個位置 好大致上去看一下 好像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沒有收嘛 對不對 這個礁地板 這個礁地板也是還好 因為這邊的話我們收一下就好 因為這個地方並不是很重要 好 好 在目前 好吧我們先 打 大致上假設我們現在已經檢查完以後 好 OK那我們用Symmetry以後啊 呃這個部分呢我們就可以讓它 把它黏起來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我們點擊Symmetry啊 它已經把它 作為左右進色以後 我們點擊一下右鍵 好 Collapse 2 OK 所以這個時候呢 不要忘記了 我們要到下一個階段之前啊 呃我們 請電腦呢幫我們做一下 這個點線面的 呃這個重整 所以你點到最後面有一個 反手對不對 我們去點擊一下這邊有一個 Reset as front 我們點它一下 再點一下 Reset select 因為通常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點了以後呢 你會發現黑色的 面跑出來的話呢 代表是說你那個面的髮向線是有問題 好 那我們點擊一下 這個時候呢你的Splank啊 請你記得喔 它必須要是正的矩形喔 不能是 轉三 有一點角度的 這個矩形應該是要這樣 像這樣子 是正的 好 如果呢你的矩形是有點 旋轉的 代表是說你的 你的這一個 模型 它並不是正的 好看起來模型正的 但事實上它的資料是歪的 好這時候我們點右鍵 再把它向下合幣 這樣子呢 才是完成我們 開始要拆UV的一個 前置的作業 好 我們在拆UV的時候啊 其實我們要把握一個原則就是 我們只要拆一半就好了 尤其像這個角色 現在很複雜 好 那我們也沒有要做獨眼龍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盡量是拆一半就好 我們先從簡單的地方開始拆起 好比方說像什麼地方 我們先從角吧 先從角開始來拆 拆解UV的話很單純 我們添加一下 Unwarp UV 添加上來 好 這時候呢身上有很多的線條 部分 我們不管它我們可以把所有的面呢 都圈起來 對 所有的面 UV哦 這時候是UV UV圈起來 然後呢 我們要把 這個綠色線拿掉 我們就直接投印給它 那你可以看到有些地方還是一樣會有綠色線 代表是它是尾端 它並不是連接的部分 不要管它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拆這個人體的時候啊 最好的使用的工具 就是連連砍 這邊的話有線段跟點對點的方式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線段 這裡的時候你切 變藍色的線 這是切出線段啊 這個工具呢 是最 適合有機體 就是比如說人形啊 或是你在做怪物的時候呢 非建築物啊 這是最方便的 好 捲起來以後呢 我現在把這一塊扒下來對不對 這時候呢 怎麼辦我們可以 Alan們先關掉 切線關掉 我選